在2000年亚洲杯的首轮较量中 中国队与老对手韩国队狭路相逢 尽管门将将军在开场阶段 突出了对方的点球 不过李荣彪在第29分钟 还是帮助韩国队取得了领先 随后中国队通过十多角流畅的传递 将球攻到了前场右侧 最后肃茂贞接应陈刚的传中 完成了投球破门 这立进球也成了很多老球迷 记忆中的经典之作 下半场比赛第57分钟 韩国队通过战术角球 再次取得了领先 门将将军面对卢廷论的搓射 显得有些准备不足 短短几分钟之后 肃茂贞突入禁区 被洪明府绊倒在地 主裁判果断判法点球 并对犯规队员出示了红牌 范志毅随后一蹴而就 中国队两度落后两度斑平 最终与韩国队2比2握手严合 三天之后 中国队的第二个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 当年面对东南亚球队 我们完全可以用碾压两个字来形容 最终以4比0的比分 干净利落地拿下了比赛 在随后的第三轮较量中 中国队与科威特队0比0互交百卷 最终凭借着竞胜球的优势 我们以小组第一的成绩 榜首金纪 在随后的四分之一决赛中 中国队在第九分钟便取得了领先 李明这次的挑球和停球 真有点桑巴足球的味道 不过未能参加两年之后的世界杯 确实有些遗憾 随后中国队由杨晨沿中场 带球突进 提球随即来到了棋红的脚下 后者最后用一记抽手破门 帮助球队扩大了领先优势 下半场比赛第53分钟 德甲前锋杨晨利用身体素质 摆脱了后卫的防守 3比0的比分也基本算是锁定了胜局 虽然对手在随后缩小了比分差距 不过此力进球 也只是挽回一些颜面而已 半决赛遭遇日本队 范志毅在开场阶段的自摆乌龙 让球队陷入了被动 好在5分钟之后 中国队通过离铁的侧应 翻评了比分 最后由齐鸿接应素帽针的 投球百度产生破门 下半场比赛第48分钟 杨晨完成了职业生涯 最经典的进球之一 他独自一人单挑日本队的整条防径 最后起左脚完成的镜射 也是让门将穿口能活 成了背景板 然而好景不长 日本队随后连入两球 反超了比分 中国队最终未能挺进决赛 在随后的继军争夺战中 中国队在多名主力 缺阵的情况下 一球小赴韩国队 虽然第四名的成绩 不是一个满意的结果 不过整届赛事的过程 还是让大家感到欣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